國民黨公布黨內初選民調的結果呢 韓國瑜是確定出現的 但是在高雄激進黨這邊 還是陸陸續續的 有民眾來簽下了罷免連訴書 而整個狀況呢 雖然這個消息傳回了黨部 大家還是非常堅定自己的立場 我們來聽一下他們怎麼說 至於這個民調的出現的結果 你怎麼樣 當然就是說 第一我們是尊重他們的総選結果 再來就是其實韓國瑜市長在參選 其實他就說他要給北漂高雄的 年輕人都可以回來 但是結果呢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說 他現在確定用國民黨的 總統候選人的身份要來競選總統 他自己就一張要北漂 去台北要做總統 所以其實呢 他所說的東西沒有一個項目 在做沒有一個項目是現的 至於在黨這邊呢 他們還是非常堅定的立場 雖然說韓國瑜現在出現要選總統 也可以看到 那光是今天早上十點到現在呢 就收到了差不多一兩百份的連續書 這是今天短短兩個小時之內的結果 而持續下去呢 他們也會陸陸續續的 再來就是做這個罷免的行動 不會停止 就是要讓韓國瑜知道 其實高雄市民的心聲呢 這半年來 其實市政一直都不專心的狀態之下 他們也是希望 那乾脆就專心去選總統 市政千萬不能擺爛